辉瑞公司星期五宣布,可能会在11月下旬申请紧急批准其新冠疫苗。 辉瑞公司正在与德国伙伴生物科技公司合作开发疫苗。 辉瑞表示,根据其4万人的临床试验,他本月可能知道该疫苗是否有效, 但最快也要到11月,辉瑞才能获得关于疫苗安全性的数据。 本月初,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正式要求疫苗生产商针对一半试验参与者收集两个月的安全性数据。 经过一星期的挫折,辉瑞的最新消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强生公司研发的疫苗和里来公司的抗体疗法临床试验都与本星期叫停, 疫苗被视为控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关键。 令人鼓舞的消息,不仅使辉瑞的股票走高, 还帮助华尔街股市连续三天下跌以后,走势出现了上扬。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